請問在我私人臉書上面就發了一篇說 拜託不要非洲豬了 因為我哥哥愛吃的食物 很多都跟豬類玩豬腳啊 然後排骨炸排骨便當什麼的 就是各類的這些東西都是跟豬非常有關聯的 所以如果真的非洲豬人進來的話我會很困擾 其實我有想過說如果今天真的豬都不能吃了 我可以吃什麼 我很認真的想了這個菜單 思想到處的結論可以吃什麼 就是雞腿便當 我們是因為社團認識的 然後就在社團裡面常常有機會可能會有病校的一些活動 然後認識到 然後之後我就是有提起了我最大的勇氣 就是傳簡訊跟他說我喜歡你這樣 然後傳完之後我就自己很害羞的趕快把手機關起了 然後在開機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就是對不起他要很認真的念書 所以他沒有辦法交女朋友 所以他當時是高三是不是 他嗎 他好像對高三 然後我是國三這樣 所以從此之後就打破了 就是你就再也沒辦法再跟人家再主動 就是就變成非常非常的薄臉皮 就是覺得原來被拒絕是這種感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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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 程